这可能会是全世界最土豪的自助餐 它就是迪拜阿玛尼酒店自助餐厅 没错就是那个阿玛尼 整个自助餐厅就位于全世界最高楼 828米的迪拜哈里法塔的内部 和这家全球第一间阿玛尼酒店遥相呼应 当全世界顶级的奢侈品品牌下场来自自助餐 到底会产生什么神奇的化学反应呢 今天这个餐厅就在这个阿玛尼酒店的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打卡的阿玛尼餐厅的自助餐 中东风格的自助餐 我和你们说今天为了让你们顺利的看的这间餐厅 我们从洛杉矶坐了16个小时的飞机来到迪拜 而且这个自助餐多少钱一位呢我还不知道 但是光酒店三天的夏天就已经花了4,399迪拉姆 16个小时的飞机加1300美金的酒店费用 换你们手上的一个三连 你们就说这个买卖能不能成交吧 整个这个餐厅走进来之后呢 你们看我的左手边 整个的这个餐厅就是一条直线性的 你要吃什么就沿着这条自助餐厅一直往前走 来到自助餐你们先吃什么呢 反正酒酒的美味都是先吃海鲜 看看这里有什么啊 这块呢是他们的海鲜区 这个呢是高地餐厅必有的啊 不限量的龙虾尾 简简单单的来三个 然后这边呢是螃蟹 咱们也简简单的来两个 浅尝则齿 除了螃蟹和龙虾之外呢 那边呢还有大虾 然后呢这个呢还有一些贝类 当然呢我觉得中东的自助餐呢 和其他地方自助餐不一样的是 你看他们给配了一个鸡尾酒酱料 另外还给配了一个酸奶油 这两款呢就是他们当地人吃海鲜用的酱奶油 这边呢还有些这样的小菜 带有异域风情地方特色的菜 橄榄油和鹰嘴豆泥 打出来的一种调味料 来 来一点吧 尝尝 走 你们觉得这个餐厅看过去怎么样啊 不过呢我跟你们说 这还不是整个阿联酋当地最豪的自助餐 听说在阿布扎比当地呢 还有一间八星皇宫酒店 里面有一间全球最豪的自助餐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呢 就把这个三连搞起来好吧 这期点赞瓜二十万呢 这期点呢带你们飞一趟阿布扎比 我们去看一看八星皇宫的自助餐 到底有长什么样的 我就想我爸爸呢 你们可以猜一下啊 今天的这顿饭 我们抛开阿曼尼酒店的防肺部 今天的这顿饭本身要花多少钱 这里面呢 龙虾是不限量的啊 你们最后可以自己合计合计 到底这龙虾要吃多少 才能够吃回本 试试当地的特色酸奶油酱 哎呀 真的 哈哈 我觉得很好吃 就 鹿香水俗 哦呦 这挺好吃的 真的 嗯 在美国 通常来讲 就这个龙虾味都是蘸那种黄牛 但是它这儿的海鲜蘸这个酸奶油也很好吃 它这个酸奶油本身并没有很酸 海鲜帮你特别的解腻 嗯 这龙虾嫩吗 Juicy吗 嗯 超级Q彩 嗯 你就都吃完了 啊 没没 还剩一口 还剩一口 来来来来 我喂你吃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我允许 哎呦 你看这男人呢 婚前婚后不一样 婚前都是我尝你一口 婚后我喂你一口 哎呦 这个餐厅海鲜区域呢 虽然品种啊不多 说句实话 我觉得他们种的质量还是蛮高的 最关键是不限量 螃蟹都是帮你拿的 哎 我就不怎么来吃螃蟹 龙虾还能吃两个 你看好多吃 哎 没没 这块地方呢属于中东特色 这个呢是当地的羊肉 来到中东当地呢 羊肉呢是主要的肉粒 来两块 试试 哇塞 看的还不错 来点其他的 辣椒可以吗 像水果 他们给羊肉呢配了三款不同的酱 这个呢是Master 就是芥末酱 跟我们常见的那种磨的 偏绿的芥末还不一样 这里面还有芥末籽 看到没有 面包区呢非常的丰富 就是这个自助餐呢 面包呢就有15个不同的品种 手工的阿拉伯面包 这个算是特色之一了 然后这个是Budder 给你们看看 就这个黄油 戴上这个logo 这个价值不得翻杯 尝尝 你拿这么多面吃啊 当地啊 面包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种 我觉得咱们要跳开那个 吃自助餐一定要吃回本质的概念 你来到这儿 是不是得吃点不一样的 对吧 这间餐厅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它这里盐呢 有五六个不同的品种 钻石盐 见过的小伙伴 但目前刷个伊朗救救看一下 还有这种黑不六球的 这长得像碳一样的盐 这也是盐吗 尝一口吧 这种黑盐呢 在中东当地比较常见 我刚刚也问了一下服务员 你如果觉得口味淡了 你也可以试一试这种黑色的盐 一点都不散 真的在这里爆滋 超级汁 这个盐呢 它其实口感不会像我们平常吃到那种 白色盐 就是那么重的口味 那么咸 有些人不是很喜欢吃羊肉 是不是羊肉本身会有一点点三味 所以它这个羊肉首先三味不重 然后烤的火候又非常的好 哇 真的是入口鸡花 你能信吗 羊肉吃到入口鸡花真是少见 小伙伴们如果将来 你们决定要来提拜玩的话 一定一定要试一试当地的羊肉 我敢说和你们吃过的过往 所有的羊肉口感都不一样 它这个阿拉伯面包呢 就相当于咱们中国人的米饭 你去到几乎当地的每一家店 它就可以无限量供应的玩 所以你来到当地不要忘记尝试尝试 特色的中东阿拉伯面包 海鲜呢大鱼大鲁都吃过了 再带你们看一看 这一盘呢都有一些什么特色的美食 这个呢是中东的特色炒饭 试试来都来了 然后呢这边还有茄子 茄子呢在中东当地呢是一种 食用特别频繁的一种蔬菜 已经快吃完了被人看 受欢迎程度让人惊人 茄子里面呢还塞了东西 稍微尝一尝吧 这个呢是鸡肉 然后这边还有羊肉 这个是三文鱼 然后这边呢又到了牛肉 这个呢说实话看过去就一般了 就它这个品种呢 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丰富 而且呢这整个的菜式啊 我觉得也是比较偏中东的风味 这中东当地啊甜点 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品类 唉啾啾呢 没有很喜欢这甜点 但是呢今天我豁出去了好吧 为了你们这些都是各种的大枣 然后呢它把枣子当中呢 塞满了比方说瓜子 塞了各种果谱 这些呢都是中东的特色甜点 我觉得这个呢咱们来一点吧 好吧 就一样来一个吧咱们 来了来了 然后这个是法式甜点 马可龙来的 这是超甜的 现在就是我们在美国 比较常见到的一些美式甜点 这个是提拉米苏 哇这个看起来也不错耶 哦 你看看拿了多少 都不忍急 是有亚洲散乱的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些冰激凌 Can we get a vanilla ice cream 我还很精致你看 这些真的不错 这几个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就这个大枣 这个大枣呢也是那种就是 国谱 我对甜品的最高境界理解就是 这个甜品不能够很甜 但是这个枣子真的是腻 哇 哇 我发现在中东当地 他们的甜品这个甜度 是可以跟美国人媲美的甜度 这个看起来不错 嗯 哎呀那些甜品不限量啊我关键 好我们的账单来了 阿玛尼酒店自助餐啊 两个人的中午价钱呢 可乐价钱是25迪拉姆 另外呢还点了一杯咖啡45 所以总价呢是525迪拉姆 你们觉得今天的这一顿自助餐划划算吗 好吧反正我个人觉得这间餐厅呢 说句实话品质呢还是蛮高的 但是就是它的品种呢说实话 会比预期中的要稍微低一点 那最后呢这顿饭的性价比怎么样 你们也可以把你的答呢写在评论区 那这就是我们这些全部内容 我是居小钟 喜欢我们视频带给我们视频一键三连 下节目见拜拜 拜拜